好 我们插播国际间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是 微软公司呢 在刚才宣布的要以54亿欧元 超过台币2100亿元来收购Nokia公司的手机部门 Nokia手机本来是手机龙头 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多年前 曾经是 但是最近几年呢 面临苹果还有南韩三星的竞争 手机的市占率大幅的缩水了 现在Nokia手机呢 要将这个部门转卖给微软 Nokia表示这对Nokia以及投资者来说呢 都是一个好的进展